屋內擺放各式各樣醫療用針筒 還有牙科器械 但這裡根本不是診所 印尼級女子公稱 這些醫療器材都是她自己在用的 但真的是這樣嗎 沒有醫療执照卻開店做生意 移民署早就接獲檢舉 一名三四歲的蘇姓印尼級女子 非法從事醫療行為 幫人矯正牙齒 為了招攬生意還自拍影片行銷 上傳抖音 看起來還真的有模有樣 蘇姓女子公稱她都是上網自學 工具都是從蝦皮上買的 或是從印尼帶回來 幫客人補牙 做牙齒矯正 美白甚至還有微整形 價錢都比行情便宜很多 從五百元到六千元不等 在移工之間傳開 紛紛上門預約做治療 現場並起貨大批 自印尼進口之牙齒矯正 美白牙齒補牙等醫療器材 全案依違反醫師法 移送桃園地方檢察署擴大偵辦 落網的蘇姓女移工 已經非法營業三年 服務超過五十名顧客 相較於市面上的牙齒矯正 通常要價超過十萬 在這裡只需要幾萬塊 自然吸引許多移工上門 只是上網看教學影片 就可以自己當牙醫 要是出問題 顧客也求償無門 TVBS新聞林志偉 黃靖芬桃園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